中共病毒疫情繼續升溫 直到週六為止 中國大陸以外疫情蔓延全球160多個國家和地區 造成超過20萬人感染 超過8000人死亡 歐洲的疫情仍然相當嚴峻 美國多個州也陸續宣布居家防疫命令 義大利中共肺炎單日新增627人死亡 累計死亡病例4032例 這是疫情爆發以來 義大利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天 新增確診病例則增至47,000多例 停靠在義大利熱納亞港口的一艘客輪 將應急成為收治中共肺炎患者的醫院 以支持不堪重負的醫療體系 西班牙週六確診病例累計達到25,374例 死亡增至1375人 首都馬德里超過千人喪生 西班牙政府已下令關閉境內所有旅館 西班牙清潔服務隊也加強對地鐵站和療養院的消毒 德國週六全國累計超過2萬例確診 72人死亡 美國總統週五宣布 將中共肺炎疫情嚴重的紐約州列為重大災區 這也是美國史上第一次因公共健康 將某地列為重大災區 包括加州、紐約州、賓州、伊利諾伊州 康涅迪格州、內華達州均實施居家防疫 相當於全美1 3分的人口禁足 美國副總統彭斯辦公室也宣布 一名辦公室成員感染中共肺炎 這是白宮首度有人員確診感染 一名在五角大樓工作的美國空軍承包商 和一名在本月進入五角大樓的現役服務人員 也對中共病毒檢測呈陽性 南美洲的巴西宣布國家進入公共災難狀態 巴西目前確診病例超過900人 死亡11人 巴西衛生部長路易斯·恩里克·曼達塔警告 巴西衛生系統應對危機能力只有30天 巴西已關閉與鄰國的邊境 韓國週六通報147例新增確診病例 感染總數達到8799人 澳大利亞週六確診中共肺炎的人數超過1000人 7人死亡 其中西南威爾士州最多人確診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週五宣布更嚴格的社交規則 並規定室內不得聚集超過100人 室外500人 新唐人記者李梅綜合報導